如果说中行公股其实能不能公布呢 大家看回其实都不是第一只来人股的公股 之前的招商银行和中行交行都公布了公股计划 其实公股反应都挺不错的 因为很多时候公股价都有几成的折扬 再加上我们说现在目前的股值都相当低 我想很多投资者都避免被瘫薄都会选择公股 所以你说看回中行的公股计划来说 我觉得成功机会都相当大 所以都值得支持 可能投资者都可以留意 接着我想看回内房股 因为国土资源部就说下半年可能会继续调控内地的房地产 如果内房股来看 今日雅居乐都跌超过2% 华润置地都跌超过3% Nefil你怎么看 当然消息很多都是比较负面 因为国土资源部最近都说 可能会调高买地的预付金 即保证金去到3%高 对一些财政实力没有那么强的内房股来说 是比较不利的 因为始终他们营运杠杆比较高 没有那么多财力的话 增加土地储备会有比较大的问题 但相反来说对一些比较龙头些 比较宽松的公司 他们反而可能是一个长远的好消息 始终少了一批对手和欠地 但估计论如何 短期来说 因为比较多一些负面消息充斥 所以内房股可能还有少少调整 但整体来说整个板块 我相信低位应该是之前那时候见到的 只不过这些消息还未完全消化之前 要有一个大的升浪就比较困难些 是不是值得持有 要看自己持有哪一類型的內房股 如果一些比較地區性或小型內房股 要小心一些負債偏高的話 他們的資金鏈緊絕問題會比較多 反而一些比較大型的龍頭企業 譬如中海外或環園之地 這類大型內房股 由於他們的身份比較特殊 很容易得到銀行的融資 財政實力也比較強 所以這方面我擔心不需要太大 說到房地產 不如看看本港房地產 看看本港地產股 因為九礁十二息之下 有幾個盤銷程都不錯 加上有兩幅地皮勾出 就是紅磡和雅街路街 8月17日就會拍賣 如果買地成績不錯的話 可能對樓市都會有好影響 的確是有些支持 看看今天本地地產股 走勢比大市好一些 但我想大家要注意 因為之前九之十二息推出之後 其實新樓的銷售是剩下了一段 壓抑了幾個星期之後 只不然有些購買力會釋放出來 但你說是否能夠持續 銷售做得好下去 我覺得是有少許保留 因為始終外圍經濟 開始有少許轉變 那些買家會不會轉趨比較審慎 要細心去留意 另外一方面 看回地產股 在最近的跌市 已經跑完大市的話 你說短期要再升很多 我覺得難度也會有在 所以本地地產股 再加入的話 我覺得價值未必會太高 會不會是一些小的地產股 例如173 那些可能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我想就要看回他們的推盤進度 如果他們有些新本推出來 銷售情況不錯 可以短期跟進一下 這些比較小型的地產商 但是你說要展現一個比較長 或者是大型的升浪 在本地地產股來說 似乎那個形勢就不太好配合 Maffie說其實今個星期 都會有多間央行議席 會有什麼影響 看回美國聯儲局議席之後 他們看過經濟前景 比之前是審慎了一點 因為始終最近外圍發展 特別是歐洲方面的問題 開始延伸到其他國家 都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你說看回今個星期 雖然有幾間央行議席 估計息口變動的機會 其實都不太大 因為始終大家知道 近期歐洲國家的經濟 對全球的需求有影響 還有會不會對金融市場 引起一些波動 央行行的行長都會有關注 所以我想他們短期都不敢動 反而他們怎樣看 之後的經濟前景 會是大家看過 對市場影響的重點 如果你說看回歐洲區的那邊 意識的情況 大家都會看回 可能行長對經濟前景的看法 還有就是 看回大家怎樣看 他們國家的財政的情況 會不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現在開始了 歐洲國家都有很多的緊縮開支的政策 所以這方面大家要小心留意 如果他們需要進一步削減財赤的話 其實就算那個息口再減 有減的空間的話 他們都不一定可以刺激到經濟太多 所以在目前的水平 你說息口其實完全沒有調升空間 反而就是他們怎樣看前景是最重要的 好 麻煩你了 剛才談了那麼多隻股份 有沒有哪隻有拿著 我沒有持有任何股份 好 麻煩你了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想重溫以下的內容 記得留意以下的網址 另外 提提大家投資涉及風險 哪隻股份值得大家去投資 始終都要大家自己精明判斷 明天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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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